今天老實說 想做的事其實是陪小朋友 原來你失去自由是可以突如其來的 等於打仗的時候 令我想起西藏 我也想講一下 在簽了17條協議的時候 1951年 又要講一下歷史 當時達賴喇嘛專者是一個teenager 他的所謂的特使跟共產黨簽了17條協議 當時他在1949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入侵 在1950年的時候已經入侵了一個古國 西藏的歷史 大家知道幾百年前他們是好打得的 文誠公主都教了去套法 但是因為藏傳佛教入了西藏 西藏人就變成了一個慈悲的religion 就是他們的想法已經不是一個好打得的民族 那說回是不是很欺負一些呢 想起那個歷史就是 你簽了17條協議之後 裡面寫到就是說 除了軍事和外交不搞你之外 就是你的文化可以繼續 你的藏文 你的宗教不會搞你 這個是當時達賴喇嘛專者 是跟毛澤東是交手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主席 毛主席 但是去到1959年的時候 西藏人有8萬左右 就是要逃離西藏 那out of 說那四五百萬人口 西藏是等於現在中國的四分一版圖 那當時那個世界是沒有聽西藏人的聲援 但是達賴喇嘛 他是去到聯合國那裏 他基本上就是叫救命 發生著這件事 那去到今時今刻 你有的流亡政府 現在在印度的山上 那個叫澤蘭薩 那這些東西呢 全部你是公開的 我相信內地是不會知道西藏的歷史 等於是不知道八九六四發生是甚麼事 那你說喂 知道又怎樣 那他都不是中國人來的 但是大陸又說到很多元文化 有那麼多個不同的小數民族 等等 但是你看到的東西就是 就是說少數民族那個 包括香港人 都可能是一個少數民族 遇到的遭遇 就是說新疆化 西藏化 香港其實現在都受了這些東西 OK 那我們現在走去哪裏呢 大家知道有一間叫做Pepe Store 叫做Orthly Hot 在這個中環的 中環SOHO那裏 那這裏呢 有沒有意外呢 今天是開了 在這個時間 那這裏呢 我也跟他聊過 那看 看 看 好 那就原來今天是 它是11點AM開 現在是12點 還未開 不要緊 那就不要緊 拍就拍 其實我想說些什麼呢 裡面的豬仔 不過可能比黑一點看不到 它有幾隻連珠 四隻 現在真的要幫它打燈 有很多豬仔 看不到 我這樣看得到 有四隻連珠 現在連珠是禁品來的 連珠 先給那裡的店員 你好啊 你好 Sherry 我是來店鋪門口 這樣就還未開門 不過不要緊 我們在拍攝那些連珠 原來有四隻在那裡 Happy New Year OK 連珠是有四隻的 那 拍了是不是 拍一下這個可以嗎 拍一下這個 因為快要農曆新年 有這個 農曆新年 Pepe 農曆新年 Pepe 一臂在一個妝 所以是最適合地地 那這個在哪裏呢 這個 bodily health 這間較多 especie都煉珠 這個在合物中心的斜推面 10號車巴士站 即是去北角碼頭的那個站 總之在剛才起貼街旁邊的那個很漂亮的地方 的隔壁 實在找到 為什麼要說Papé好像很嚴重 當你說Five Demands No One Less 的口罩 都因為可能是政治打壓 要 shut down 我看到有一位創業家 周小龍的Chicky Duck 生活精品店 居然都是被強力打壓 為什麼被強力打壓呢 就是有一個人 我都看到他這些是代替了李詩燕 就在黎智英 講的on trial那天 就在那裡設了一個陣地在那裡喊咪 但是他又給信去警局那裡說他可能涉嫌違反國安法 我講的Chicky Duck 那會不會Papé變成這樣呢 我不知道啊 Papé是一個公仔 是不是 政府已經是沒有什麼人相信 怎麼去reactify這件事 我都是講的 就是很簡單 你要回去鄧小平1.0那個version 就是一國兩制的初心 當然現在他理你都傻了 現在他說我有槍 我做什麼都可以 告訴你 甚至你七八萬人 被消失都可以 沒辦法 夠不夠